為什麼我不能說中國就是我的祖國 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但是你能從小的教育跟我不用啊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來自中國台灣的阿極仔 68歲資深議員阿極仔 他近來往中國大陸發展 不但開抖音盤來自中國台灣 還在抖音發佈41秒短片 多次把中國稱為祖國 哈嘩 今天有夠開心啦 可以回來做國跟我們所有好朋友 共同慶祝我們做國75歲生日 阿極仔更開心祝賀 中國75歲生日 影片中充滿中國元素 我是台灣人 也是福建人 竟然是中國人 而總統賴清德 五日國慶晚會上提到的祖國論 也被外界認為 劍指向中國書誠的議員 如果有人要祝賀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快樂 特別祝賀子要精準 貼物用祖國兩制 大家說對不對 阿極仔被台灣網友言上後 有報導指出 太太發聲明 都是抖音公司叫我們講的 他透露在台灣沒什麼演出邀約跟收入 無奈喊 我們也很愛台灣 也是為了混口飯吃 人民幣加減賺 還喊話賴清德 希望能被邀請參加相關活動 我想說我只是一個平民的老百姓 我甚至飲水要私圓 沒想到阿極仔再度透過影片喊話 要飲水私圓 我的根來自中國 兩岸要好台灣才會好 我對台灣的愛 以付出 也不會因此而改變 我更不會忘記 我的根來自中國 我深信著一件事就是 兩岸要好 台灣才會好 10月10日也是國慶日 阿極仔發影片回應 祖國論 不懂為什麼不能講祖國 為什麼 我不能說 中國 就是我的祖國 他表示從小就受到教育 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更稱中國就是我的祖國 我從小都市的時候 在學校的門口就寫 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難道 你們從小的教育 跟我不用的意義 據了解 阿極仔出身嘉義縣東石香 1987年以一曲 《命運的吉他爆紅》 獨特的演唱方式 曾經是台灣演藝圈藝人 爭相模仿的對象 2001年曾為台聯黨披上戰袍 在台南縣參選立委失利 也造成他被中國封殺10年 後來阿極仔歷經 欠債 外遇 離婚等低潮 近年來演藝事業中心 逐漸移往中國 我的主權 生在中國 埋在中國 不想說 我身上所流的血 是中國人住的血 最近平發統戰影片引起網友討論 兩派人的家庭 我身在台灣 台灣是我的家 我源於中國 中國就是我的祖國 前立委 台聯黨主席周尼安也表示 阿極仔所講那些內容非常不妥 中共可能是有給一些好處 像阿極仔這樣的藝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